文周 现在雨好大呀 等雨小一点 我再去接你 好不好 哎呀 不着急 等雨小子再来 我跟你说了 宋秘书他会来接我 你偏不听话 我想 你一下飞机 就能看到我呢 而且 有一件事情 我想亲自告诉你 什么小姐 你已经见面了 到了 喂 二生 怎么了 文周 你等我一下 请问 有什么事吗 我的车 跑忙了 手机没电 可以借你的手机 报个警了 他 我说 我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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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了 花叔 我先给你帮我 我可以给你钱 我可以给你钱 我真的得放过我 我真的得放过我 住手 小姐 这里有危险 你不要过来 给你那么多钱 铁的女的都搞定 废 有关 有意外吗 我从小到家一起在园院长大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真是傻子 铁的就不是爱子 你 我倒是要看 会不会起个破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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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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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去 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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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生 你就安心的去死吧 至于你的未婚夫纪文州 以后 就由我来替你照顾吧 阿胜 阿胜 西先生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 梁生很有可能被凶手推下山崖 可能掉进大海里的 我们将继续打牢 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没关系 我没关系 是不是 你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你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你快点 我还没关系 温州哥 梁生已经不在了 以后就换我来陪你了 长河鸡头 不 长河鸡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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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总 找到梁小姐了 在明的医院 马上过去 温州哥你不能走 我们的婚礼还没结束呢 哎 哎 小婚礼 不结了 这小婚礼可真有名啊 你两个生 你竟然没死 这都不是你 这样的婚礼变成了笑话 现在就是你 现在就是你 这不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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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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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马上去到您的医院 在鸡民州赶到之前 把梁生转移走 绝对不能让他们见面 所以也能放弃 你才知道 季总 梁小姐的遗体被啃的不成样子 您还是别看了 您的 这怎么回事 还是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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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没有企业信的 没有 梁省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医生说虽然他脑细胞死亡 藏了植物人 但胎儿发育正常 去把梁省的运检报告 改成我的名字 等到孩子昨月就封出 然后我报到住家 说是我给纪文周胜 你疯了 纪文周根本就不爱你 你闭嘴 不管他爱不爱 我都必须得是七家少奶奶 十五人生下孩子 真是个鸡鸡 是个男孩 有了这个孩子 我就是纪家名正言顺的少奶奶 那 禅夫怎么办 孩子都生了 就是个废物 该去死 这 好好好 去给他换一家医院 剩下的钱都是你 可是 尼小姐 这里面的钱 是他给你的十倍 不该说的话 一个字都别说 能能能 我生气了 你脑部受过重机导致失忆 送你来的人只留下了医药费 和这张身份照 我们查过了 你是个孤儿 没有任何亲属 两个人 我叫 梁生 我叫 你叫 护士长 别下班了 梁生 你还记得前两天 在路边救驾的老先生吗 老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120吗 我这里有个人身体不舒服 快把救护车过来 你先坐下 记得 那是咱们江家首富 季家的老爷子 他想请你去做他的护工 两万一个月 你去吗 去 我去 梁生 梁生 梁生你怎么就死了 肯定是我干错 只要能留在季家工作 就能尽早还进签医院的钱 梁生 加油 有人吗 嗯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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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經 拋鋪產下過一個孩子 但我們查不到任何意量紀錄 孩子的下落 也不清楚 生下的孩子 會和他一樣可愛嗎 我的孩子又在哪 你是誰啊 我是新來的保姆 我叫 延 媽媽 人生 你居然沒死 廖叔小姐 廖小姐 老爺子已經在等你了 好 我現在就來 林嬌 你馬上到我房間裡來一趟 謝謝你那天救了我的命 還願意來照顧我這個老頭子 董事長 說我應該感謝您才對 是您給了我工作的機會 孩子 當我第一次見到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們很投言 以後你就叫我季爺爺 好啊 季爺爺 哈哈 文舟是不是該到機場了 是 少爺在回來的路上了 哦 這 我好像在哪裡聽過這個名字 哎 孩子啊 一會兒 到門口去 把那臭小子叫起來見我 哦 梁生為什麼沒有死 說話 對不起 你敢背叛 七文舟馬上就回國了 他要是發現梁生還沒死 我怎麼辦 少奶奶 少爺的車到門口了 新來的傭人呢 老爺叫他去迎接少爺了 嗯 我 蘇 啊 为什么我看见这个女孩 我有种很心痛的感觉 我们以前认识的 季总 怎么了 没事 刚来第一天就想勾引我的男人 我没有 杨胜 别想跟我说话招 等一下 你以前认识我 对不对 你装什么 我以前 在受过伤失忆了 失忆 一点也想不想来以前了 所以 你一定认识我 不然 你怎么知道我叫梁生呢 我堂堂季家少奶奶 知道一个护工的资料 不应该吗 闭嘴 季文昼是我的男人 你别想把他抢走 我 вас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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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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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以前一定认识我 我堂堂技家少奶奶 怎么可能认识你这个低贱的宝伙 他一定认识我 他为什么不承认 我一定要留在技家 找回我失去的记忆 奇怪 为什么刚才我有种系统的感觉 阿盛 五年了 你已经离开过五年了 嗯 谁也许你进来的 老公 就飞机累了吧 要不我给你放洗澡水 人家伺候你洗澡的 我根本没承认和你的婚姻 没资格叫我老公 人家都已经伺候你五年 孩子也都给你生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 要看我一遍了 李清 孩子怎么来的 心里没数吗 可以是延安的妈妈 但永远成为不了季太太 如果你还想继续待在技家 有些脸面的话 别逼我给你戳破 你就这么冒不了梁生吗 他早就死了死了 他的骨灰当年是你亲手埋的 你忘了吗 没错 他是死了 即使他不在了 我纪文舟这辈子 也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 尤其是你 啊 啊 啊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啊 凭什么 啊 你要是那个女人在哪里比我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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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有什么吩咐吗 刚才那个人谁啊 啊 啊 那个是我婆家的小姑子 叫春生 哦 啊 阿圣 我不会是我亲手来的 他怎么会还活着呢 是我痴心妄想了 嗯 喂 少爷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没让少爷见到那小剑蹄子 干的不错 我会奖励你的 谢谢少爷 哎 您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 把他赶出技家 哎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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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 为什么让张神把我打约 啊 那个男人 又是谁 为什么我看到他 会那么心痛 啊 我生意解了人生 到底和机家有什么关系 啊 啊 啊 嫁给我好吗 嗯 嗯 少爷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您可以去餐厅有餐了 好 啊 少夫人 我让你滚 你非得赖着不走是吗 是季老爷子请我来的 您没资格让我走 好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呀 少夫人 您凭什么打我 我村是一个家的女主人 打你一个保姆 还用理由吗 张神 啊 你还处在这做什么 把她手给我抓住 啊 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让你走 你就是不走 那我今天就好好招待招待 小贱人 我少奶奶还没允许你走了 我看到你这张脸 我倒是想看看 我把你这张脸烫过 你还怎么去勾引男人 就是 你看就是个喜欢勾引男人的贼货 少奶奶烫死他 你会 你会的 周婶 求远把补都拿来 今天就把他的手剁下来 拿出去的勾 这是没故意杀人 我让我报警了 今天我家要看的 到底是你的命运 还是你的嘴 少奶奶 少奶奶不好了 少爷马上过来了 慌什么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少爷 你在干什么 老公 我给你做早饭来着 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 可我分明听到 这里有其他人的声音 没有啊 你听错了吧 少爷 刚才是我笨手笨脚的 洒了开水 又摔了花瓶 少奶奶生气 骂了我几句 是吗 是啊 老公 你要喝咖啡 还是牛奶 不必了 少爷 厨房的油烟味太大了 回头再寻找您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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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你这 我拖进去 快呀 啊 啊 让开 少老公 厨房油烟味太大了 你就别进去了吧 季总 出事了 季总 季总 出事了 公司那边出了点大事 需要您过去的 小奶奶 怎么办呢 她好像晕死过去了 你说呢 这种小事 还需要我来教你吗 不不不 不要您教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醒了呀 咱们少奶奶可说了 只要办事得利 每个月涨三千块钱工资 三千 我想做什么 你说呢 是 梁生看起来伤得挺重的 咱们还要欺负她吗 是啊 要是闹出人命怎么办 她偷了少奶奶价值百万的手链 咱们只不过是抓了个小偷 打了一顿 下手中了一点而已 怎么能叫欺负呢 再说了 有少奶奶在 你们俩怕什么 我没有偷手链 可我说就是你偷的呢 人脏俱货 不要偷手链 你们不信我 就是你偷 你们都看到了吧 是是是 是 我要交情 要干什么 放开 杨胜 你也别怪我 谁叫你得罪了我们家的少奶奶呢 我们做下人的 只能按照主人的分子办事 抱歉 我要抱歉 把你们都抓起来 抱紧了 好啊 警察把你抓去坐牢 你就可以永远滚出技巧 再也不要回来 他力气这么做呢 就是想把我赶出技巧 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 继继续打 看他以后还偷不偷东西 我手机忘了拿 地总 我去帮你拿 不用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你 搞得 在这儿 真的很可疯 在这儿 煞 没ühr 没有 有 你 我 是 是我 你 是 我 是 你 你别哭了 小小松 你别哭了 你别把人给招来了 我求你了 老爷 您不是出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我去哪里需要向你汇报吗 不行 怎么了 哭什么 哭什么 怎么了 爸爸 里面有啊 少爷 刚才小少爷想去浴室玩水 我不允许 说话声音大了点 吓着小少爷了 给我吧 不哭了啊 小贱蹄子 你还那么大声都把我小少爷给吓哭了 真是该死 你还喊这么大声 你是想把少爷引过来帮你脱身吗 我没有 没有 怪不得我们少夫人想要弄死他 你就是个天生还勾引男人的贱户 啊 少爷 谁让我早报应的 报应 老子就是你的报应 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轻易落泪 爸爸 爸爸 严恩害怕 少奶奶他们打生生阿姨 生生阿姨流了好多血 生生阿姨 嗯 严恩 上楼玩去 好 啊啊啊 少爷 您您有什么吩咐吗 何之神 啊 他就是我上次跟您提过的吞声 我婆家的小姑子 他手上的喜 是怎么回事 他刚才在里面不小心划破了手 我正准备带他去处理呢 嗯 就怕小少爷看到血会害怕 晚上容易做噩梦 看来是言恩误会了 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下去吧 是是 啊 阿胜 站住 啊 少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他不是我那天在院子里看到的 说 为什么撒谎 少爷 我 那天的人去哪了 说 那天的人去哪了 说 少爷 他就是你那天看到的吞声啊 我怎么骗您呢 下去吧 是 是 啊 兴许那天是我太小娘啊 生 花眼了 这世上 怎么可能把他长得一模一样 嗯 对不起啊 梁少 我要是不听张婶的话 就不能再亲家继续工作了 啊 啊 啊 我要报警啊 你不能报警 报警的话就是人赃病祸了 就不能留在季家了 说得没错 报警不仅得不长时 都被赶出季家 过去 肯定要少婚人了 一定要留在季家找到真相 现在的我 实在力薄寸步难洗 只能暂时隐忍 本时机找到真相 你就别埋怨 文周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不可回来 爷爷 文周是重情重义的人 他忘不了过去的爱人 我可以理解 当初 他很高兴的来找我 说求婚成功了 再带着孩子 回来给我见一见 可谁知道 会发生那种事情 还有多爱着孩子 就有多恨 你当初的算计 如果想要他对你改观 就得让他看到 你的好 是 爷爷 小梁 你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干什么 你放开我 说不认 放开我 这边你搞不定 你就去爷爷那边卖惨了是吗 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出现在记家 就让你这么难受是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过去的事情毫无记忆 要想找到过去 不妨 从试探厘清下手 您说呢 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说你不认识我 可是第一次见面 你就叫出了我的全名 我是因为救了季爷爷 才得到了工作的机会 我从来没有投过简历应替 你是在哪里看到了我的简历 你教唆张婶他们 殴打我 诬陷我 想方设法把我赶出技家 您说您不认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 我就是单纯讨厌你不行吗 他真的讨厌我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您貌似是怕我出现在季家 没什么人看到 这个人是您的丈夫季文中 季先生 这件人真的是一人 我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 你干什么 放开 啊 季爷爷 我昨天 遇到了抢劫的 抢劫 那你报警了吗 到了 雅图已经被抓住了 你不要担心 老爷 你去安排一下 从今天起 小梁就住在咱们家了 我先安排 不用了 我租的房子 就在地价附近 就别推辞了 我可不希望看到你 再发生 像昨天那么危险的事情 李强 你说呢 爷爷 你安排得很好 梁小姐 你以后就在家里住下吧 这样你照顾爷爷 你更方便些 那就麻烦少夫人了 姐爷 我先下去了 好 李强 你也回吧 是 爷爷 老爷子 您这次用病情骗 文州少爷回来 可 他还是不肯接受 李小姐 也难怪文州不待见他 趁虚而入 下药上位 心机太重 要不是他怀有身孕呢 就凭他的人品和身份 根本进不了我 技家的大门 好在 言恩小少爷 聪明可爱 罢了 机会 我已经给他了 就看他 能不能让文州喜欢 不然的话 那就打发了吧 是 老爷子 对了 你啊 都关心关心 照顾一下 梁生 这孩子 礼貌周到 进退有度 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 是 气点好脸色都不给我这个孙媳妇 倒是对梁生这个情词 一个老不死的 存心不难看 梁生 你死了就死了 为什么还回来跟我添妥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你是里面没数吗 我不管你是真的失忆了 还是在装傻 我告诉你 继闻周是我的男人 你要是敢拿他的主意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以前是 现在更是 这一次 这一次总算是混不过去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际 要是 五年前我能弄死不死 五年后 我们要可以 不去的我 和他 和继闻周 到底是什么关系 贴了他 贴了他 我要是不贴呢 李青 你要清楚 我想跟你离婚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面子我给你 你不要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杰文周 我跟你结婚五年 还给你生了个儿子 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踹开 门都没有 出去 我会让律师联系 老婆 我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 量生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你忘了他 以后跟我在一起收服 好不好 你给我滚开 老公 你别那么凶嘛好不好 五年前那晚 你不是很喜欢吗 霓青 真让我觉得恶心 恶心 启文周 你现在觉得我恶心了是吗 五年前 是我先主动勾引你们做 可你就没责任 你要是不给我机会 我能趁虚而入 李青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 我还以为我想做你的女人就是不知廉耻吗 你还真的 你是不是想骂我贱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纪文周 如果他一个人是犯贱 那全世界都是贱人 行 你不走是吧 我走 至于离婚协议 我会叫宋川再给你送 你撕多少 我就给你送我手 啊 不行 这一切我得来不易 我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离婚的 叫我来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这 怎么呢 基本中回来你就怕了 你这里是机家 你别再放肆 不敢放肆 你也放肆许一次 季文周 跟我提离婚了 那你怎么想 我费尽了心思 才当上了机家少奶奶 这一切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可季文周他不爱你 爱有那么重要吗 林江 爱对我来说 是最标准的东西 爱对你来说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 林江 有一件事你得帮我 你想让我帮你解决两生 五年前 你已经背叛过我一次 这一次你会让我满意的对吧 林江 小伙许 嬉 好 好 好的 喂 好 好 我 一 一 二 一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是现在自己滚还是等警察来 你们自己选 警察来了快动 快起来 等他们回来我们就完了 你没报警 不然呢 那你不怕他们 那你还帮我 因为曾经我也被认为在这里欺负 当初我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来帮我 以后有我在 我会像你们欺负的 你干什么 我猜到你不要障碍我 你给你钱 我给你给你钱 我猜到你放过我 为什么 为什么五年前的记忆我一点都没有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又在哪里 请进 杨生 你快去帮我看看延安小少爷吧 他发烧了 好 我换个衣服就跟你去 小珍 少夫人呢 我敲门没人回应 少爷也搬去公司住了 那其他人呢 张婶今天请假了 家里就剩下叶叔和老爷子 老爷子身体不太好 我也不敢去打扰 你别急 你先就叫家庭医生 我来给小少爷屋里降温 好 我马上去 延安 别怕 阿姨会陪着你的 妈妈 妈妈 我好难受 我好难受 延安 不怕 阿姨会一直陪着你的 延安 阿姨会陪着你的 阿姨会在哪里 你 什么眼泪照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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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 耶 奇怪 什么小少爷生命难受 我也跟着难受 那种心疼的感觉 就好像他是我的孩子 妈妈 妈妈 连恩不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做个什么东西 你敢自生我儿子的吗 少夫人 我没有 你还敢酒店 我警告你 这是我的儿子 你敢打连恩的主意 我都不服 妈妈在 我看谁敢欺负你 爸爸太凶 不要妈妈 你说什么 你闭嘴 你不许过 爷 你看看妈妈在这呢 你不要妈妈 你要这个保姆做什么 爷 不哭 你不许哭 你不许哭 你要再哭的话 我抽你了 我教育我的儿子 我能找你一个保姆 直手画脚的 少夫人 小少爷他还发着伤 你这样 他会害怕的 你有什么 这对我来就好了 你不要这样对他 教育我的儿子 你还心疼上了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儿子 我想咋就打想骂就把你管不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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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姨 感到我儿子的身体 弄不死你 嗯 嗯 嗯 米星 你在干什么 啊 啊 啊 甜业 甜业都怪这个保姆 他背着我 让爷爷喊他叫妈妈 爷爷说要他不要我 爷爷 他居心不纯 是这样吗 季爷爷 昨天晚上小少爷发烧 哭着要妈妈 那时我找不到少夫人 我只好哭别小少爷 喂他吃药 我从来没有让小少爷叫过我妈妈 是这样的吗 你看着穿成这副样子昨天晚上去哪儿啊 哼 说话 爷爷我我昨晚只是调一下昨天晚上别说的监控是看起来到底去哪儿了是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我昨晚去了林江的房间 万一暴露露和林江的关系我俩都得死 董事长 我知道少夫人昨天晚上去了哪里 说 少夫人昨天晚上突发胃脚痛吃错了药导致身体过敏 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是吗 是的董事长 在回来的路上少夫人听说延安少爷发烧了 着急下车连药都忘了拿 我是专程来给他送药的 那就麻烦四季师傅了 少夫人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既然是生病了 那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你作为季家的少夫人 接人带物就该有少夫人的样子 动手就打人 言辞羞辱 称何体统 还当着孩子的面 有你这么做母亲的吗 爷爷 我只是一时心急 江山易改 秉性难易 难怪文中 你也住在公司 也不想跟你在一起 爷 爷爷我错了 你既然生病了 也不方便照顾延安了 就让梁生和小珍照顾吧 爷爷 爷爷是我的儿子 怎么能让一个外人去照顾呢 爷爷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卫兵而已 照顾延安还是没问题的 要是让梁生去照顾的话 那您那边 又谁去顾着呢 他爷爷 你想说什么呀 延安 喜欢生生阿姨 让生生阿姨照顾我 好 他爷爷答应你啊 就让生生阿姨照顾你 好吗 延安 我才是你的妈妈 你不要妈妈了吗 妈妈害羞 很害怕 行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小孩子是最单纯的 谁对他好 他心里有数 你呀 作为母亲 就该好好反省反省 平日 是怎么带延安的 我们走吧 凭什么 我还心如故把他养大 他凭什么不跟我亲近 去亲近一个外人呢 不行 是不让梁生继继带在机家 迟早都会冒入 季文正 季延恩 还有季家少奶奶的身份 我一个也不能失去 你冷静点 该季家动手 不现实 你怕了吗 如果季家死了人 季文正和季正华 肯定不会善罢丹修 你说的对 他不能死在季节 他得死在外面 那就得想办法 把他赶出去 你想怎么做 他不是愿意帮我照顾儿子吗 那我就帮我好好照顾他 妈姐 延安 快来追我快来追我 呃 嘿 嘿嘿嘿嘿 送给你一朵花 嘿 哈 阿姨在怎么弹这样 手放这 我的孩子会和延安一样亏不可爱呢 那现在到底在哪 你怎么哭了 叔叔阿姨你怎么哭了 阿姨没事 阿姨只是有点像自己的宝宝了 学生阿姨的宝宝和我一样可爱吗 嗯 和你一样可爱 学生阿姨幸福 也要给你披草 阿姨带你去洗澡 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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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喝粥了 两手 这可是你自己亲自为你儿子喝的 笑不得我心狠熟了 别怕 医生马上就来 医生 快 没事 没事 你狗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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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早是食物中毒 你给我儿子吃什么了 我就为了他半碗粥 喝粥会食物中毒 你只把我当傻子骗吗 哎呀啊啊我肚子好痛啊 他病生肯定是在在粥里下药呢 啊 可能啊 我没有 那我是毒药 而是让偶尔不腹泻的药物 啊 啊 啊 一个四岁的孩子 因为你也太狠毒了吧 来人给我扒光了搜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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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是小珍 你快来救救两生吧 哎 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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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夫人 小包搜到了 不可能 你才能陷害我 还敢 把他给我往私里的 好 喂 喂 少爷是我小珍 你快来救救亮生吧 谁 良生 他快被收夫人打死了 吃一耙万宗居然给少爷通风报信 你真该死 少夫人 少爷要回来了 干给我儿子粥里下药 就算是爷爷来了 也帮不了你 当身 给我拖出去 我没有下药 你个四季人 好 难不成还想在这儿当少奶奶 滚 我没有下药 你个四季人 好 难不成还想在这儿当少奶奶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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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说 无独藏你是一种呼吸 是手无法划开的边际 是我偏用血涂满你身体 何生 你果然没有死啊 什么一点想不起来关于这本男人的记忆 明明我看到了 会那么心痛 我警告你 为什么你这么害怕我见到纪文州 为什么 我明明不认识他 我明明脑海中没有他的记忆 可是他真的牵着地叫住我的名字 为什么 就算他和纪文州困难 根本想不起来过去 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多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求求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梁胜 其实你就是一个小三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梁胜 其实你就是一个小三 什么 是要不让我为什么费记心思的把你赶出纪家 害怕你和纪文州见面呢 文章 清清 这就是我男朋友 纪文章 文章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清清 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你好 纪先生 我是黎清 你好 今天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李小姐认识我 江州城 恐怕没有人不认识纪先生吧 我是第一财经的记者 曾多次拜访纪先生 都被你的秘书去尸门外 抱歉 李小姐 我这个人向来极少接受各类采访 不过 你杀生的朋友 应当例外 我这就让秘书约时间 坐 清清清 我和文章 要结婚了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当我的伴娘吗 结婚 杀生 杀生可真是好 竟然派上了首付技家的继承人 而我 还在给资本家当牛作画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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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听 我说 你愿意当我的伴娘吗 我愿意 这到底是你怎么回事 我和你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是无法不谈的好闺蜜 我面前 我和季文周在一次采访中相识 并一见钟情 她很快就向我求婚了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想让你当我的伴娘 见证我的幸福 于是我约你吃饭 介绍我的未婚夫给你认识 可是没曾想到 你竟然喜欢上了我的未婚夫 季文周 自那以后 你想帮设法单独约的出去 你甚至买东酒宝 把他灌醉 和他发生关系 没过多久 你便来找我 你和我说 你怀了季文周的孩子 你们才是真爱 你要我给你绕位 无论我怎么肯求你离开季文周 你始终不答应 你甚至还用你肚子里的孩子 威胁他 让他跟你私奔 后来 后来怎么了 当时我也怀孕了 温周知道以后 他非常后悔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他想要试图挽回我们的婚礼 求我原谅 可是你知道了以后 你一怒之下 你就跳海自杀威胁他 结果你不小心 在悬崖边发生意外 标下了 这怎么可能 梁生 你死都死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啊 为什么还要像五年前一样 顾怪我的家庭 跟我抢男人 我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 你死以后 这些年 就像一根刺一样 横在我跟季文周之间 他一直都很愧疚 他认为 都是因为他没有跟你私奔 所以才会造成你的死 我和言恩一直都盼着他回国 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 想跟他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梁生 然后你就又回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 你才遇到你啊 你想要知道的 我全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 离季文周远一点 否则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国际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吗 我的头好痛 这一切正如他所说 我是破坏别人婚姻的消散 我是别人婚姻的介入者 为什么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为什么我这么美好 为什么 我我年轻轻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开机又在哪里 那个恶魔 那个困扰我的恶魔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对他说的这些一点印象都没有 到底发生了什么 差点就漏馅了 绝不能让梁生知道我在撒谎 晴晴 我带你走吧 再不走的话就 他们见面了又怎么样 我就这么认输吗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林江 你 这是什么意思 放心吧 梁生 他不会再出现了 你 你是跟他说什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跟他说 他就是五年前 破坏我和纪文周婚姻的小三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对他再了解不过了 虽然他是失忆了 但他依旧还是那个心软善良 又无能的梁生 以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我想他是再也不会回到纪家了 今天晚上的意外 我只需要搞定纪文周 让他误以为 是他自己做的一场梦就行了 你出去吧 好 one 我 老公早上好 你怎么在这 老公 这是我们的婚房 我们的床 我不在这里就在哪里了 滚开别碰我 凭什么可以你碰我 我不可以碰你啊 你什么意思 老公 你说我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 你可是对我很温柔的 你说谎 昨晚我明明是和梁生 他人在哪 梁生早就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你还念念不忘 不愧是我离青看上的男人 很失识情嘛 离青 你真的很让我恶心 恶意 你昨天晚上的反应可不是恶心 对了老公 下次少喝点酒 省得你喝多了以后迷惑 把我认成了五年前就死掉的死鬼 也是慧情 做好风景看到了阿胜 难道 真的说喝多了 出现幻觉 总算是混过去了 你梁生 就是个小三 梁生 你死了就死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难道你还想强奏我的老公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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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还活着 对不起 好烧 啊 季总 季总 您去哪 季总 不要收 阿胜 阿胜 季总 您在找谁啊 我刚才看见梁生了 季总 梁小姐不是五年前就 不 我刚才看见她了 一定是她 是阿胜 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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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没有看错 一定是她 阿胜 是我 阿胜 季文昌 如果五年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现在的我 不能再和你有前程 破坏你的婚姻和家庭 季文昌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阿胜 你在哪 快出来 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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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明明看见阿胜了 昨天阿胜不是做过 更不是幻觉 孙船 你赶快回老师 去调取昨天大门口的监控 监控 对 只要调取监控 就能证明 昨天晚上看到的就是阿胜了 快去 快 阿胜 我一定要找到你 老爷子 老爷子 梁监的意思是 他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 以后 你就不来他们家了 薪水更高的工作 不像是梁监 我做的事情 他 就是这么说白 火烊 梁监这个惩祸和我预料人一样 为了所谓的自尊心 是不会再来几家 爷爷 只是一个复工而已 咱们熟心再找好了 您不必关心 季总 天空找到了 来 这就是你亲自去查的结果 季总 不会有错的 我今天终于见到的人 一定是阿胜 查 给我继续查 是 我一定要找到你 季文舟的秘书 拿走了别书的门口的天空 知道了 就知道季文舟没那么容易相信我说的话 还好提前叫林江峰换了大马脑筋 就没效了 少奶奶 周亮好了 小珍送走了 送走吧 小珍送走了 送走吧 少奶奶 您放心 小珍的丫头和我是一个村出来的 我跟他爹妈已经交代了 不许再放他出来 他们收了钱 一定会吩咐办事的 那就好 张婶啊 梁昊生这件事 你办得让我很不满意 以后这样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好好好 明白 明白 你老家看中这套房子 送你了 谢谢少奶奶 谢谢少奶奶 梁昊 翘心机没心机 翘手段没手段 你拿什么东西 原来梁昊和小珍是被人弄走的 没想到少奶奶是这样的人 你是说梁昊和小珍都是被黎青 故意牵散的 是 老爷 那就说 就梁昊的孩子 老是本分的性 怎么可能 一个电话就辞职 那 要再调查一下怎么回事了 必须查清楚 这个黎青 在背后都搞了什么鬼 是 龙处长 叫他的偏心 温州 怎么可能会喜欢 你多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咱们记住 绝不允许他 胡作非为 是 神 你拿的是什么 这些都是梁昊的东西 你留着梁昊的东西做什么 我就想着收拾一下 万一他突然回来 他都已经被少奶奶赶出家门了 根本不可能再回来 赶紧拿去扔了 你怎么还用 我告诉你 以后在这个家里 不许再提梁昊的名字 万一被少奶听到 少奶奶让你吃不了 都着走 知道了 我说 爸爸 眼睛害怕 张大奶他们打出生儿阿姨 生生阿姨流了好多血 他痛 生生阿姨 嗯 少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他不是我那天在院子里看到的人 所以 我之前看到的背影 就是阿胜 那时候他就在家里 沈青 站住 少爷您有什么吩咐 李青呢 少奶奶刚才去找林司机了 说是要出门 李青 那早上你吃错药了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了 后悔你说分手的时候 我那么轻易就答应了 后悔眼睁睁的看着你嫁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 我后悔我 林江 你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去医院看看病行吗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爱我吗 你是不是太无聊了 你找点事情做吧 你整天情情爱爱的 既幼稚 又可笑 咱们 把昨天的大门监控 送去技术鉴定 看看是不是合成了 想办法找到原片 好的 齐总 另外 帮我调查林江的所有资料 任何蛛丝马迹 都不准复 我查到了 立马联系你 等等 齐总你说 帮我和颜恩 做一份亲子鉴定 清够了吗 既然你谁都不安 那和我在一起 不比跟金文昌在一起抢 至少我对你百分之百真心 而金文昌 看都不看你 真心 林江 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吧 我为什么宁愿选择看都不看我一眼的纪文昼 却不选择跟你在一起 纪文昼是江州首富的毒孙 季家的产业遍布全球 价值千亿 我跟他在一起 我下辈子 我下辈子都一时无忧 可是你呢 你林江 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我跟你在一起 你能给我什么 每天在那巴掌大的出租屋里等你赚钱回家 过那种抠抠嗦嗦吃汤燕菜的生活吗 女人选择男人 就是选择第二次重生 我请问你 你拿什么跟金文昌比呀 可是我可以好好努力 努力让你 那种一眼就看到头的人生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早在前十八年 我就已经过够了 我不想再过了 这一切 都是你从梁生那偷来的 这一切原本应该属于梁生 那又怎样 梁生的人生就重要 我的人生就无所谓吗 在孤儿院我学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主动争取 只要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都会努力去做的 那种逆来顺受可等待施舍 只是有梁生那种没用的废物 李琴 你以前 不是这样 你错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 再有不再死 你别我哭了 是 是 对不起 为什么阿生没死 还去了季家 去不着我 你 梁耀生 就是个小三 你说你怀孕了吗 你们才是真爱 叫我给你让位 梁耀生 你死了就死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说 阿修 阿修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放开 阿修 是五年你去哪了 你知道吗 这五年来 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 可是我不想你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怎么可能会放手 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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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阿修 阿修 开门阿修 我们谈谈 阿修 你开门 阿修 金文忠 不管五年前我们发生过什么 你现在有老婆 有孩子 我们结束了 阿修 你开门 对不起 阿修 是我太笨了 五年前就这么轻易相信你死了 非得没有继续找你 还竟然和别的女人结了婚 生了孩子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 尊重你 等我和黎青离婚 我再来亲自 请求你的原谅好吗 我生 请 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 有 你 有 有 林江 你来延安房见一趟 发生什么事了 季文中的助理宋川 悄悄来剪了延安的头发 应该是要去做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 他为什么突然提议了 我猜 咱们两个人在车库 基本的事情 让他请不清 要不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根本就没后弄过去 不过也罢 让他查去吧 季文中死也想不到 延安真的就是 他的亲生儿子 不过梁生这个祸害 必须得斩草除根 要不然绝不了后患 一定要这样吗 怎么了 你不肯帮我 还是说 你也喜欢上了梁生 你知道我不会 你不肯帮我没关系 我自己去 我什么时候聚集过你 我已不肯帮我 我已不肯帮我 你不肯帮我 我已不肯帮你 我现在受不了了梁生 谁的面包是 想在哪里看他 不走 他晕倒了 快 打120送医院 时日的记忆 会出现那些模糊的品 好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植物人收下孩子 真是个奇迹啊 离青 你叫我离青 是你吧 离青 你为什么 你叫我离青 我就是五年前 给你做抛肤产手术的 那个医生啊 我的抛肤产手术 你曾经抛肤产 生下过一个孩子 但我们查不到 任何医疗记录 孩子跟下落也不清楚 是你做的 对啊 时无人生孩子 可是很少见的 我做手术之前 可以看过你的病例资料 记得非常清楚 你叫离青 但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在哪里了 我只负责做手术 你孩子的去向 我不知道 年轻 为什么我不用离青的名字住院 我和李子平 有什么关系 跟你们 听我的声 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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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脚上也生病难受 我也跟着难受 那种心疼的感觉 就好像 他是我的孩子 难道 往我面前坠海之后 是黎青找到了我 带走了我的孩子 难道是我的儿子 不行 我要去弄个清楚 季总 亲子禁令结果出来了 亲子禁令结果显示 杨一的少人 的确是你的儿子 我总觉得 这件事还要哪里能进 我总觉得 这件事还有哪里不对 因为您特别吩咐 所以从获取样本 和送取机构检测 都是我亲力亲为的 这中间绝不会有一丝差错 你继续盯紧黎青和林江 是狐狸 总会露出尾巴的 是 如果五年前 我和黎青的那一晚 是他故意算计的 那么阿生的意外坠海 和消失五年 会不会也是黎青 故意安排的 毕竟只有阿生消失了 黎青才能趁虚而入 季总 如果这一切都是黎青姐的安排 那他 是故意杀人 我要你查的医疗记录 查得怎么样了 江州大大小小的医院 我都查了 这五年来就 梁生的人的所有医疗信息 没有一个比对的上 那阿生这五年 到底在什么医院接受治疗的 你继续查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 是我们疏漏的 是 千能 思经 寂寞 你们到底做什么 又在企图上 你一定会尽快地离去离婚 给你 交代 老爷 少年 两生那个小剑梯子来了 少年 两生那个小剑梯子来了 什么事情 毛毛早老 爷爷 是我一个朋友来找我了 我刚想起来跟他还有约 既然有约 那就别主查了 你来吧 是 老爷子 爷爷 那我就不打扰你饮茶了 去吧 你还真在这里煮茶 等我去看看 看看和谁有约 看他慌慌张张 像是害怕的 是 老爷子 行了 还是我去吧 你煮茶 那我一会回来喝 好 少奶奶 神代到了 你就是一个小三 还敢找上门来 真是不要脸 少奶奶就这么怕见到我吗 我是看到你恶心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有个事情想要问你 说完了赶紧滚 这个人 你认识吗 不认识 是吗 你好好想想 他叫许林 是铭基医院的副产科医生 五年前 我还是植物人的时候 做过一场抛肤产手术 他 就是我的主刀医生 五年前 我还是植物人的时候 做过一场抛肤产手术 他 就是我的主刀医生 这 这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植物人 还能生孩子啊 哈哈 你怎么不说 这世界上还有鬼呢 是啊 植物人还能生孩子呢 所以他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见到我的时候 叫错了我的名字 他叫我黎青 少奶奶 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会把我认成了你 这是巧合吗 我 我怎么知道 所以 是你带走了我的孩子 是不是 孩子在哪 我的孩子在哪 没错 就是我带走了你的孩子 所以 我的孩子 他现在在哪里啊 这个孩子你见过呀 纪颜恩 他就是你的儿子 哈哈哈哈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告诉你 五年前 我拿着你的运检报告单 把它改成了我的名字 然后拿着你的运检单 逼婚纪文周 他以为你已经死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是我把你藏起来 我等到孩子足月之后 把他抛出来 然后抱着他 带到计较 说是我给纪文周生的 你 你 无耻 无耻 两生我拿走你个孩子怎么了 我让你痛苦了是吗 但你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活该都是你欠我的 无耻 两生我拿走你个孩子怎么了 我让你痛苦了是吗 但你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活该都是你欠我的 神经病 看人都不会骂 你就算知道真相又能怎么样 我是纪文周的合法妻子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行 把你刚才说过的话 再说一遍 爷爷 你救我爷爷 孩子 你就是五年前文周要娶回家的那个姑娘 爷爷 他不是 他就是一个小三 五年前就是他破坏了我和纪文周的婚姻 所以我才 和文周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可言 他何来的破坏 五年前 文周痛失所爱 趁虚而入 回孕微信 我们纪家还不得已接待你 五年来 文周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你 所以 我根本不是破坏你家里的小子 这一切都是你的方言 谁又怎样 你这个女人不配做我们纪家的媳妇 我不配 那他就配吧 爷爷 我来纪家伺候了你五年 每天在你那天非公屈膝孝勤你 你给过我一张好脸色吗 而他呢 他就是一个保姆 一个低贱的保姆 他就伺候了你几天的糖尿 他就比我要强了是吧 你这是我心术不正的女人 难怪文周看不上 我这就叫文周回来 和你离婚 你给我滚抽计价 爷爷 我不要和纪文周离婚 滚开 爷爷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行吗 爷爷 我们计价门风清整 容不得你这种满口谎言 满腹顺气的女人做媳妇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滚 所以爷爷 你连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我了是吗 是又怎么样 你又能怎么样 老师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你 爷爷 嗯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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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他这五年来比我好过吗 他早就该去死了 真是个疯子 你想去哪里 你放开我 我要送月月 你去死 你今天我会给你这个起呼 没什么意义 这个老不死 早就该去死 我只不过是提前送了你这 但是这个黑锅给你来救我 快睡吧 你也去死吧 阿生 嫁给我好吗 青青 这就是我男朋友鸡文章 你好鸡先生 我叫黎青 你好 青青 我和文章 要结婚了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当我的爸娘吗 我愿意 文章 有一件事情 我想亲自告诉你 我求求你不要扔下我 给你钱 我可以给你结婚 求求你放过我 给你那么多钱 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我非 谁活 要去 很意外吗 为什么 我们从小到他一起在孤儿院长他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谁跟你是好朋友 原来 我 你很想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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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 放什么 咱们打120吧 急什么 一会儿打电话给叶叔把他叫过 就说咱们赶过来以后 发现了梁生和老爷子发生了生殖 梁生一怒之下 把老爷子推了下去 咱们俩赶过来和梁生也发生了生殖 急不小心把他也推了下去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要清楚 这个家里以后是谁做主 你要听谁的话 是啊 老爷子身体不好 迟早是要死的 等老爷子死了 这个家以后就是上奶奶做主 要是不按照他手做 可能会再赶出去 是 上奶奶 季总 老朕来电话 老爷子出事了 老公 听说说爷爷脑部受到重伤 很难再醒过来了 爷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少爷 是梁生那个小剑橘子干的 梁生 老公 对不起 都是我骗了你 梁生他其实还没有死 你在说什么 这到底什么情况 他前段时间忽然出现在家里 装成爷爷的保姆 张沈看见他在爷爷的汤药里 瞎棉药 为的就是偷走爷爷保险柜里的 金条和美金 不可能 梁生根本不可能是这种人 都这种情况了 我怎么可能还说好骗你呢 是 我是害怕失去你 害怕跟你离婚 可是我爱你啊 爷爷是你最敬重的长辈 我怎么可能用他来撒谎去骗你呢 金文周 你这么聪明 你有没有讲过 梁生五年前没有死 他为什么一直不来找你 当时你在太平静看到的那具尸体 虽然面目全非 可以说是误会 但是那具尸体上 为什么不让你负给梁生的求婚手链 少爷 你好好看看吧 我真所以一直不愿意让你知道梁生还没死 那都是因为与其让你知道他在五年前就背叛了你 跟别的男人死 还不如让你以为他死了 至少这样 你会觉得梁生到死都是爱你 他在你心里的心里 永远都没好善良 我不信 少在这胡说八道 你要不信的话你去问问医生 他在四年前为这个男人生过孩子 医生检查下他的腹部是不是有一道道八就只想大白了 少爷 少奶奶说的都是真的 前段时间小少爷食物中毒也是梁生下药的 他就是专门来家里偷东西的 少奶奶念急救情才为报警处理 两生现在在哪儿 在隔壁病房 剧动 医生说两生醒了 很冬的 文成 不 这五年 你去哪了 五年前 我发生了意外 从桥上掉进了河里 我一直在医院 医院 哪家医院 星西山医院 是吗 那为什么我翻遍了所有医院 我没找到你 我不知道 我 怎么 兵不下去了 行 就算你在医院 那我问你 既然你醒了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 因为我失忆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记得你了 失忆 梁生 又是植物人又是失忆的 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呀 等一会儿是不是还要编造一个什么车祸出来呀 梁生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说我的本事这么厉害 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我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你给我检查一下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谁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呀 你想说照片是批的是吗 你不信我 五年 我苦苦训了你五年 把我纪文周当傻子了 假死了 梁生 好一周金蝉脱鞘啊 我真的很想知道 和你私奔的那个人 到底比我纪文周强在哪里 谁儿为了他 冒充保姆到技家 给爷爷下药 企图道歉 说 说 我没有 我没有 把医生给我叫过来 是 去 给他给我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是 季先生 季先生 梁小姐的身体呢 并没有什么大碍 摔下楼梯 也不会影响剖副产的疤痕 毕竟 这伤痕已经有三四年了 毫复剖疤痕 三四年前 是啊 我之前就是副产科的医生 梁小姐这疤痕 遭生还没有完全消退 从时间上推算的话 最多是生完孩子四年 你不说 这伤疤明明是五年前的 梁小姐 我做了十多年副产科医生 不可能看错 况且 我没有必要无缘无故的冤枉 这个结果 就算其他医生来检查 也是一样的 他胡说八道 我这跑步转八道 分明是五年前的 你第一岳生的孩子 那个孩子是你纪文周的 够了梁小姐 你收拾了五年 生孩子的事情 发生在四年前 你想把这孩子 算在我头上是吗 你把我纪文周 当傻子是吗 别碰我女人 别碰我女人 阿生 别碰 来了 我保护你 我不认识你 阿生 你不用装作不认识我 你也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我 你明白吗 阿生 我知道 你去鸡家当保姆 这头钱 都是为了帮我还清高利贷 可我是你男人 就应该为你顶天立地 不能再让你受尽委屈 谁啊 我是阿生的男人 五年前 就是我带着他私奔的 可就是你 没错 五年前 阿生怕你死缠烂打 所以我们盛计假死 就是为了不让你找他 但我没想到 阿生为了帮我还清高利贷 竟然委屈求全 去鸡家当了保姆 他真的是太爱 你不是官方 官方 你不要相信他说 阿生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剩下的话 让你到了警局跟警察说去吧 阿生川 忘记 老公 一定要报警吗 梁生毕竟是你深爱的人 他也是我曾经见好的质落啊 这种人 我配我爱 文昌 文昌 我就知道 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一个女的被告 这帽子永远是男人最大的机会 玉琴 你的目的则逞了啊 高兴了吧 你的目的则逞了啊 高兴了吧 放开我 臭娘们力气还挺大 哎呀 他都已经这么可怜了 你是不要再打他了吧 谁让你臭娘们不致好歹 敢跟我清洁抢的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段 敢跟我清洁 你也配 心姐 我刚才表现的好吧 表现好的话 你就多给一点 表现的非常好 我很满意 亲姐大气 嗯 你可以走了 扶命 所以 刚刚那个男人 是你花钱过来演戏 故意让金文春误会我五年前 因为男人背叛了他 那要怎样 五年前 过了杀手 杀害我 把我扔进了河里 把我藏进医院 抢走了我的孩子 顺利的嫁进了季家 所以你的记忆 全都找回来了是吧 就算你全都想起来 又能怎么样了 金文春已经被我设计的剧情 给迷惑了 杨胜 你马上交机坐牢了 哈哈哈哈 那是你托的爷爷 是你 呼陷了我 是我推的那又怎么样啊 现在人证物证 全都指向你 这个猫 替我做定了 那是 你从小一起长大 心如姐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句话五年前 你也跟我说过 我曾经是你心如姐妹 即便我们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可是我还有你 我是你的亲人 你把我当成人吗 我把你当作唯一的亲人 放屁 你只把我当成你的陪衬 你的垫脚石 院长 您找我 林青啊 这次芭蕾舞表演的名额只有一个 就先给量生吧 你下次再去 李青 快要下雨了 你去给量生送把伞吧 他芭蕾舞表演就快结束了 好的院长妈妈 今天晚上的芭蕾舞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 是啊 那个跳白天鹅的女主 太美了 是啊 让我们喊一起去 好 没事的 院长妈妈说了 明年一定会把名额给我 我等到明年就好了 今天跳得好漂亮啊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尤其刚才 那个动作 对啊 特别明白 我记得 那个动作特别出彩 你说我现在 学霸联还来得及吗 我也想学 那天你明明就带死了 可是院长妈妈还是要我去给你送伞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那把扩伞 让我丧失了我最重要的心白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就给我送伞了 你当然不知道 院长妈妈什么都惯着 可是我永远只能是你的陪陈 你的蹦步 你多走运呢 你凭着芭蕾舞演出 和季文就一见钟情 你把杀娇飞上石头做凤凰了 可是我呢 我那么努力的读书 头破血流才起进了第一财经 却连季文就一面都见不到 凭什么院良生 我离弃哪里比你差了 所以 在我介绍季文就跟你认识的那天 你就计划好了 要设计报复我 没错 凭什么你能拥有那么完美璀璨的人生 而我那么努力 却还是过得那么辛苦 人生 人生不会一直很顺利的对吗 所以你那一天 你是故意建议我去机场 仅仅文仇的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计划安排好的 五年前 我在网上雇佣了一个帮手 在你去机场的 立金之路上拦截 其实我本来没想到要你命吧 只要你失去清白就好了 我当时心想啊 像技家这样的富贵人 应该不会取一个 被糟蹋过的破鞋吧 可是那天你拼命地挣扎 这才出了一败的 杨生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可我没有关系的 所以 你就趁文仇伤心置疑 趁心而入 我让林江掉坏了一具尸体 让杨文仇以为你死了 再引导他借酒消愁 其实那个酒保 早就被我买了 让他在酒里加了点料 这一切 浸在我的掌握之中 要让你失望了 这一次 你的计划 要落空了 我不会替你做的 梁小姐 您终于醒了 您是 我是纪总的秘书 宋川 梁小姐 时间紧迫 我成话短说 纪总猜测 黎青这次很可能会搞些对您不利的事情出来 所以让我先来跟您通个气 一会无论黎青做什么 您只需要顺着他的安排走就行 纪总可能会跟您一起演戏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扯下黎青的面具 查清您五年前失踪的真相 好 这是微型时相机 你算计我 我只是揭露你的真命 你这个戒人 我要杀了你 文昌 请动 文昌 李强 你完了 拿下他 把刚才拍摄的证据 一起交给警察 你们以为这样 是拿捏我的事吗 什么意思 季文昌 你是不是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呢 颜安 颜安还在家 车长颜安 完了 我早就叫林江把那个小杂东转移走 怕的就是我有什么闪失 以防万一 你个存傅 我求你赶紧把我放了 并且把这个视频销毁 否则 你的儿子会有什么闪失 我不敢保证 文昌 好 我可以把你放了 把视频销毁 但你不向我保证 我的儿子要毫发无损 放了他 成交 最冷 再给我准备两个亿打到我的户头上 我给你打两个亿 再见了 亲爱的老公 季总 要报警吗 喂 你儿子在我手上 想要什么交换条件你说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清楚 我要你放了 我要你放了李青 好 我答应你放了他 秦文昌 我不信你 李青说的两个亿 我们不要 我只要你能放他 孩子我会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保证他毫发无损 那我平时没有相信你 你可以不信 那我买好了吗 等秦文昌把钱打过来 我们马上就走 去国外生活 你愣着干什么 我跟你说话呢 李青 我们走不了了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走不了了 我把他送回去给梁生和秦文昌了 你疯了是不是 请请 不要一错再错 呆回头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秦文昌他已经答应了我 他爷坠楼的事情可以既往不久 一会儿警察来了 我们就去自首 五年前你对梁生做的事情 我全部都会认下来 谁要你顶罪 也不算顶罪 梁生那些事情本来就是我去做的 我应该受到惩罚 林江 你是不是认为你这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 很帅啊 是很帅 所以 你对我心动吗 我没有 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我太惯着你了 我从一开始 就应该阻止你犯错 我以为我对你的纵容是爱 但其实 是害了你 我本身就是一个坏女人 一肚子的坏水 一个坏女人 会在那种情况下挺身而出 去救一个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吗 嗯 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嗯 嗯 你们不要过来 否则我就杀了他 林江 快放下我去 就去宽大处理 宽大处理 像我这样的罪人 还有机会宽大处理吗 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傀儡 两个义啊 马上就要到手了 老子就要去国外 过逍遥日子的 你这个贱人 竟然把那个小孩子给送了回去 林江 你疯了吗 你胡说 既然你断了我的财路 把老子逼上了全路 那你今天就陪老子一起上路吧 呀 呀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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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吧 哈哈 没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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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延安 孙生阿姨我好想你 阿姨我 也很想延安 延安 爸爸 她不是孙生阿姨 她是你的妈妈 妈妈 喂 延安 我是妈妈 妈妈 阿胜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应该很得意吧 梁少 没有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天 你永远这副圣母的样子 这让我可惜 李青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这是林江死之前 看我给你的 清清 你现在很生气吧 其我自作主张 就自作主张揽下一切 但 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以后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要找一个爱你的 对你好的男人 好好过日子 无论下半辈子 你和谁一起度过 你都要记住 钱不钱的不重要 人和人之间 真心最重要 李青 再见了 李青 我爱你 李青 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